他满人参宝 所以我们就说 在藏文的话 我们说这个人参 我们叫什么叫 迷律忍不切 这就叫人参宝了 大家都已经获得了 所以有可能开玩笑 有时候我们讲说 大家 我们以前在三大师开玩笑 说什么 我们是没有被认证的 忍不切那样子 因为你已经获得了 人参宝了 藏文就有一个成语 他就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以前 所造作什么业呢 你看现在的身 你就知道了 你后世要往哪里走呢 不用想太多 你自己看自己的内心 就知道了 所以呢 一方面是说什么 我如果看到知道 我现在获得是人参宝 我有这个机会 学习 我有机会遇到善知识 我有机会学到法的话呢 随许我说 我前世是 有做一些好事情了 我说今年有这个 所以对自己的善业 也可以随许 可是说 也是另外一则呢 说什么呢 我自己现在观察 我的内心来讲的话呢 应该说在 白色跟黑色当中呢 黑色居多 白色 微少了嘛 所以也是所谓的 对过去的这黑 悔恨 未来的防范 它就是这样子 所以因为 一看到说 就知道说 我从 以前来到什么呢 我现在看 我现在人生 真的就知道说 我现在是什么 同样 我以后要往什么 自己看自己内心 也不用去补卦了 也不用去占卜了 也不用什么 而这是最好的一个的 自己的知道说 他会往哪里 哪里去的那样子 就是藏文的来讲 所以呢 珍宝珍宝 忍不切的来讲的话 是不是我们 某一些转世 我们一定会称他忍不切 一定的 就是说 比如说我会说 叫他忍不切忍不切 而就代表是一个尊称 因为他是有被认真来讲的 可是 忍不切 不代表他就是善知识 这是我们 也不代表他是活佛 这是 很大的一个错误的理解 不是所谓的活生生佛 所谓的忍不切 就是什么 珍宝的意思而已 他是获得了 他不是活佛 没有活佛的这个意思 那样子 可是 是忍不切的话呢 一定就是 转世吗 也未必然的 也未必然的 像你看 我们举一个什么例子 现在 现在 现在正在我们 上次来教室的 像 小巴曲纪的忍不切 他就不是转世的 他就跟我们一样是 普通的僧众 之后他做到什么 他做上了 上命院的住持 当上上命院的退位住持 做上了 小巴曲纪的忍不切 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就说 珍贵的 或者说这个位置 叫小巴曲纪的忍不切 或者你看我们 因为连我现在 我都不太习惯 叫他说 小巴曲纪的忍不切 我们是 在私底下 别的 可是我在直接称 小巴曲纪的忍不切 我们就叫什么 我们叫他说 给人忍不切 给人忍不切 这什么 就是给人是老师吗 因为从以前 我们认识 忍不切的时候 他还没有当上 这个位置 那时候 我认识 现在的小巴曲纪的忍不切 那时候 忍不切是 上命院的副主持 就是我们所谓的 他连当上 主持都还没有 他就是当他那个 有些人讲到副院长 他是当那个副主持而已 他连主持都还没有当上了 所以我们就习惯 就是他叫 给老师 老师 他到现在已经熟悉 习惯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说 给人忍不切 珍贵的老师 珍贵的老师 给人忍不切 给人忍不切 所以他我们说 透由这个来讲的话 藏文的话 也对他有一些的 错误的理解 就了解说 忍不切 没有任何的 要讲他是活佛的意思 他没有 也没有 也不用 当然我们可以恭敬 尊重 可是他是没有任何的 代表他是佛 或者他就是 什么好像 很有功德 不一定 不一定那样子 可是也不能否定 可是也不一定就是这样子 像我们举一个什么例子 像说 我们说 大家也知道的 1024的 甘丹痴仍不切 日中仍不切 他本身就是转世的 也坐上了 甘丹痴仍不切的 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他就是 也是转世 也是善知识 也是仍不切 我们这个 全部都是一个 这个来讲的话 他是 我们说这是 名副其实的 又是转世 仍不切 大善知识的 来讲的话 不代表说是 转世就 一定要是 好像说 一定要是 一般的神奏 也不用啊 仍不切也是这样子 一一的来讲的 所以他来讲的话 在藏文知道说 善知识是什么 转世是什么 仍不切是什么 所以你看我们说 仍不切来讲的话 有可能他只是 某个诗员的住词 我们在藏文叫什么 或者就是 他代表说什么 就是 珍贵的住词 他是 不一定他是 转世 他只是说 你有这个职责 职世 你是这个 这个 这个诗院的 的住词的时候呢 我会肯称你叫 珍贵的住词 这个来讲 他跟他的 修持 跟他的学问 跟他能否当三知识 都不一定 他只是一个位阶的 来讲的话 他是一个 这个 这个来顺便跟大家讲 好 那我们上次来讲 这个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说 在以大圣的观点 因为刚刚讲到 大圣的时候呢 大圣的观点是什么呢 是从 大圣的忠义 或者见解来说的话呢 佛宝 法宝 跟身宝 是什么的话 佛宝我们是不是 略略的介绍 就是说他是具有 无为等八种功德的究竟的归处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说是叫什么 叫佛宝的定义了 如果 应该说 无为等八功德 这没办法记住的话 最好他是不是 他把他说 我们总设起来 这八功德可以总设在什么 就是 智力功德跟他力功德二者 智力功德 他力功德二者 智力功德 他者是什么 是 主要 我们可以分说什么 跟 他的弟子是 没有关联的吗 像说什么 他的心性 是 的空性 或者我们叫说 自信 亲近的 自信法身 暂时性 亲近的 自信法身 这个就是 他的灭弟 这跟弟子们 比较没有关系 跟弟子没有 没有到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说 他是叫说什么 叫他的 自立功德 他力功德 是什么 是为了 利益 弟子 为了利益 弟子来讲 我们是不是上次 跟大家略略说 简单来讲的话 他分子什么 就是他要 有智吗 有这个智慧 有这个知识 有这个什么 有知识 没有悲心 也不可以吗 他要有智 又有悲 有这个知识 也好 有这个悲心 来讲也好 可是 没有这个能力 来讲 也是没办法 他要有这个知识 有这个悲心 有这个能力 这三者加起来 还是叫可以立他的功德 来讲吗 所以佛的主要的功德 我们来总设起来的话呢 他当然可不可以说 有佛有三身 有四身 有三十二相 八十随心好 六十四种语功德 什么什么等等 等等的话呢 但是这些的身功德 跟语功德 主要的来源 这什么是从义功德 他最主要是义功德 来讲的 这个义功德里面 又要分什么呢 他里面 义里面又有什么 要有他的智 悲 也要有这个能力 这些等等等等 来分下来讲的话呢 他才有办法去利益到众生 总设起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说 佛陀就可以分什么叫 智力的四种功德 他力的四种功德 总设的话就是 智力功德跟他力功德 二者了 那第二者的话呢 是不是我们刚刚也讲了 佛功德能生起来 身保的功德能生起来 全部的关键都在于什么 在于灭地跟道地嘛 没有灭地 没有道地 是不可能生起来的 这里面的关键 是不是就是说 由道地来能生灭地嘛 那道地能生起来的是什么呢 道地的等于就是一个果报而已的嘛 它不是果 它不是真正果 它是一个等于说 一个现象的嘛 因为这是一个常法 我们是不是还一直讲说 灭地 卸托 我们讲的 有些人讲卸托 有些人讲说解脱 灭地 它是一个现象 或一个东西来展示 它是一个常法 我是不是一直举的例子来讲 它是透由 无常的一个 的销调 变成有一个这个 因为我为什么来讲的话 因为大家好像一直说 我为什么一直说 没有钱没有钱 因为可是它 它最容易来了解的话 我是用这个例子 不是说我真的没有 因为我要跟大家 因为我怕大家一直说 我为什么一直好像说 因为它会一直说 好像没有钱啊 好像我在一直要说 大家要来拿钱啊 或者说我一直来跟大家来讲 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因为它只是说 这两个是 从有到无 有到无 是什么你看 假设我说 我现在口袋有100块钱 我出去外面之后呢 我用掉了嘛 对不对 我用掉 本来是有钱嘛 钱嘛 钱在我口袋里面 我用掉之后呢 会不会就变成说 如圣法师 没有钱了嘛 这不是果啊 因为它不是一个 无常的东西嘛 对不对 我说你看 为什么无常 它根本没有在变化 它没有 它是不是透由 因为有钱 花完之后 变成 没钱了嘛 它是一个 概念式的东西嘛 它是一个 是 仅为分别心所生起来的 可是 这个如圣法师 要变成 变成没有钱的话呢 是不是要先要有 有一点钱嘛 没有这个 先有这个钱 怎么会说它 变得到 没钱了嘛 那我们所谓的 卸托 所谓的灭地 是不是就如同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的 昨天 上个礼拜我们讲说 无二 无二的什么 是说 它销毁了 这个灭地 是代表说什么 或者它是把 烦恼 或者是把 某一种 隐身 身在轮回的业 消除嘛 没有这任何一个 消除的时候呢 是不是因为 它依着什么 它依着 修持 无我的 见解的缘故 就像我说 因为我什么 因为我的 假设我 我为什么会没钱 因为我的 贪心的缘故 我把我的 讨腰包了 我把我 我应该 不应该花的 我贪心的缘故 或者我说 有可能因为悲心 有可能看到 一个乞丐 我自己没有 可是我因为这样子 而讨出来的话 因为贪心 因为悲心的缘故 我变成 或者我变成是 没钱了嘛 同样的 这边来讲是什么 是我因为 修持了无我 我内心 生起了什么 道地 这道地 跟刚刚讲的 钱 实际是什么呢 是我的烦恼 或者我内心的这种 隐身在轮回的业的时候 它把它消灭的时候呢 到没有的时候呢 那没有这个业 没有这个烦恼的现象 等于是说什么呢 这叫灭地了 这就叫灭地 就刚刚跟大家讲说 没有钱 是一样的概念 就是说 它前面是 有这个了 可是我花掉的时候呢 我是变成一个 没钱了 这个没钱是一个 藏法嘛 它不是 不是说它会是 叉那叉那变那变 变相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所谓的藏法 就是说不代表说 它是永恒这样子的状态 只是说 它自己本身没有在变化 因为为什么 就是我说 我只要再赚到钱的话 我那个没有钱 就变没了 是不是 它可以变 它又有钱了 可是 灭地的话是什么呢 好处 灭地它就不会有这个因素了 灭地的话呢 它的那个 所要消灭的那一方面 它不可能再返回来了 它不会再返回来 它是永恒 永久的去除掉了 所以 我们讲说 无二 是不是在灭地 它是有分四种功德 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说 不可思议 无二 无分别 跟灭地 这等于是灭地的四种功德 无分别 跟 应该说 跟无二 我们是比较好了解 因为无二是代表说什么 就是 去除 烦恼 跟 业 因为它不能说 两者或一 因为 只去除烦恼 不代表我一定会去除掉业 我这种时候 我去除掉了烦恼 我业还要没有留下来 有 有 它是 还要再跟一生的 像我说 我们 例如举一个例子来讲 说什么 像 阿罗汉们 他虽然把烦恼都去除掉了 但他的业还留下来了 他的 不管说的 饮业也好 满业来讲也好 都还是留下来 这种只是阿罗汉也逃不掉 像我们是不是说 举的例子说 例如说什么 像 像什么 像说 穆迦连尊者吗 穆迦连尊者就是我们最好的说 他是 成为阿罗汉了 把烦恼都去除掉了 但他满业也还是没有办法去除掉 是什么的话 大家我顺便 今天我们有一点时间 我就跟大家讲那个故事 那 是什么的话呢 以前 我们是不是讲说 穆迦连尊者是 神通第一吗 在佛头的弟子里面 他也神通第一 所以有一次呢 穆迦连尊者 因为穆迦连尊者他是想要说救度众生 他去了地狱 他去地狱的时候 他看到有一个人说 有一个之前的外道的导师 因为他在试的时候呢 他说 他教导大家要去血迹 或者要说 要说我们所谓的要 所谓的血迹 大家应该 大家我们台湾以前 会看到 大家以前有没有像 比如说 早期我看过的 像星天公 他不是拿那个机器 他马上割喉啊 把那个血滴在那个碗里面 还有人喝下去那样子 印度也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这样子 也有一个 或者像在尼泊尔 他现在到目前为止 每一年的话 回教徒有某一个节日 他要牵 上千头的羊 在那个塔里面 要割他的喉 他就是把那个血 要滴在那个 那个石阶上面 那个全部是血腥的那样子 所以他有一个说什么 这个故事 你看我们还有很多教是这个 所以 我说来讲 佛教徒来讲的话 或人家以前 因为我们有这个机会 因为大家知道之后 不会 可是如果说什么 佛菩萨 或者什么真正的 善神来讲的话呢 他不可能要叫你要去 血腥的 他不会要叫你去伤害 另外一个众生的 这个如果有这样子的话 这个是要 我们在拜什么 或者我们在信什么 要去观察 他不会叫你要去 血迹这种东西 那种 这个来讲的话呢 这什么的话 因为有一个外道导师 他说他在试的时候 他就教他的弟子们 要常常用血迹 来去祭祀 所以他之后 他不只是自己杀 还教他人杀 还建作水洗 等等这种来讲的话呢 所以他就 往生之后 他去 应该说投胎 或者是堕入了地狱 和他说每一个 因为就像我们在这边 教师会初一十五 每次会共 他的弟子们就什么 初一十五 或者说初十跟二五 都每次学祭 因为说我要记起 老师的恩德 我就要在这个 这些每一个初十跟二五 要去 去学祭的时候 他说他每一个 初十跟二五 因为他是 教作的时候 只要他一直在 就是他还是有 这一分页 像我们在经书里面 有谈到说 我们有些使得 业是什么 是依着物品 跟不依物品的 那不依物品的 累积善业 可以说什么 像比如说 我去等老师 我去恭送老师 我去学习 我去思维经书 这些都可以叫什么 叫不依靠物品的 而累积的善业 还有一个是什么 有累积物品的善业 他说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 盖佛寺 我供花 我供佛像 这什么呢 乃至 你看为什么 我们一直说 佛寺 护士佛寺 护士道场 或什么的功德 很大的意思 那不是因为 只是这个地方而已 因为有这个物品 乃至存在 这物品存在的话 这个业就一直存在了 因为一直存在 为什么大家很喜欢 做这个来讲的话 佛经的功德 他在很清楚 在阿比达摩里面 有讲到 就是说 为什么 或者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供灯 是像这样长期的 是因为有一个供灯 他有一个物品 在这边来讲的话 他一年当中 如果假设有这样子的话 他是依着这个物品的业 就是每天每天在增长 他是依着物品的业而来 就是我们 纵使我们没有在 每天做益 可是我一天讲说 我要依着这个 乃至这个还存在 你的业就一直在存在 一直在这个造作 有在存在的 这是在阿比达摩里面的 我应该跟他讲 大家说是什么 在阿比达摩剧舌论里面的 第四品 他讲到这叫什么 叫一业品 所以他就讲到说 这个时候可以分出 这样说 依着物品而造作的业 跟不依物品而造作的业 他在依着物品里面造作的业 里面的善业 他就举得像什么 就是这些 那同样 我们也有一着物品而造作的恶业 他教授 他说每一个初十 二五就要去杀生 血迹 他就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这个恶业 他说 我更苦 每一个初十 每一个二五 我的学生们 认为说 他在帮我做善事 按照我的教诲去做 反而让我在地狱更为痛苦 每一个初十 每一个二五 我的苦受更大了 那你一定要回去 跟我的弟子们讲说 我错了 我教错了 我讲 他木犍人尊者就真的回去 他听了这个人 这个悲心起来 他去听他的话呢 他就去跑去跟这些外道人们讲 哇那些外道人气死了 就说 你怎么可以毁谤我的老师啊 你这样说他堕入地狱 你这个 所以他就把木犍人尊者抓起来 把他揍 揍着像他们 他们在经书说 把他揍得像肉酱一样了 应该说我们用现在词 就是鼻气粘肿的 那已经要躺在医院的那样子的 这样来讲的话 到最后的话 他说木犍人尊者 人家就问说 奇怪你是神通第一啊 那时候你为什么说 你不显神通 你自己逃走啊 或者你飞上天空啊 或者你把人家推开啊 你就走就好了 他说 当夜来临的时候 我想要用也用不了了 所以他就真的 纵使是木犍人尊者 你看他是没有烦恼 可是他的满夜还存在的话 他是连夜也逃不掉了 所以在于灭地的时候呢 他去除掉 所谓的烦恼 不代表他一定要去除一夜 所以他为什么要二嘛 两个 就是说你去除一个 不一定要去除一个 可是呢 什么呢 如果去除这个夜的话呢 这个烦恼是不是一定跟着去 一定跟着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夜等于是一个烦恼的果报嘛 这个 夜是什么意思 大家如果来讲的话 我们来讲的话 在梵文 它的意思叫什么 我们叫 garma嘛 garma garma是什么 是夜 或者是行动 因为他把它简单来讲的话 这个梵文的意思叫什么 叫 action 一个动作 一个行动 和这个行动是什么呢 意思是 我烦恼 行动之后呢 是不是他毕竟会留下痕迹 我们常常说 只要有走过的路 必须有痕迹的一样 我烦恼只要一起来之后 或我善业 一起来之后呢 他必须会留下痕迹的 他不是没有留下痕迹的 这个所留下的痕迹的 我们叫做什么呢 这就叫夜了啦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所以有没有所谓的 失业跟失业 有啊 所谓的失业跟失业呢 失业是什么 就是我内心动作了 留下了痕迹 我在动作了 失业的话 我们以前很多人不懂 会有什么错误概念 说失业是什么 是我思维之后 和我在做出这个生语的行动 比如说我思维 我说我要去杀生 失业是什么呢 是我想要杀生的那个动念 失业是什么呢 或者我实际去杀生 或我实际去骂人的时候 这才叫失业 这是什么 有没有佛教徒有这样的说法 有 可是这是什么呢 这只有是匹婆杀中的观点 只有匹婆杀中才会认为这样子的 这个别的人都没有 这个是只有匹婆杀中 就是我们所谓要有步的观点 才是认为说 失业是生语的行动 其余的我们所谓的 失业来讲也好 失业来讲也好 都是一种心态 都是他一种的思维 一种所谓真正的业来讲 它是一种内心的 我们后面在介绍心内学的时候 它是在五个最主要的心所里面 它会介绍到业是什么 所以呢 失业业是什么的意思呢 是我在照做生语的行为的时候 配合着那时候的业 或那时候的想法呢 那我们叫失业业 如果还没有到生语的行为产生 只在内心盘算 或者在思维的思考的那个时候 那叫什么 那叫失业